今天我们就说一下三国的老将吧 这位黄忠黄汉生 他是南洋人 三国时期著名的蜀汉将领 他与关羽、张飞、马超、赵云合称为五虎上将 他一身战功标饼 曾在定军山斩杀朝位的大将夏侯渊 后来被刘备封为后将军 他不被艰险,尤其是不服老迈 不信性命,为蜀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他的事迹也改变在现在的各种文学作品 电影、电视剧里面 所以这个形象是广媒流传的 尤其是他的那个剑术精人 有那个百步穿扬之人 所以他的造型常常配有一把宝刀和一张弓相伴 黄宗他原本是荆州吃死刘表的部下 任中郎将与刘表的虫子刘盘 共同所谓长沙的优线 当时那个东吴的大将太史池率军进攻长沙 黄宗率军抵挡 这两个人在城外面大战殊死回合 不分胜负 太史池是很有名的猛将 曾经跟孙策打的部下上下 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来黄宗这个人的武力 当时的太史池见黄宗脑而强壮 武艺高强 心生敬佩 就收兵退去了 当然也是很难打下来 黄宗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后来太史池因兵去世 黄宗听到这个消息后就感叹到 天下英雄 唯使君与池儿 他这句话有没有像那个曹操和刘备 足久论英雄的感觉 后来赤壁之战以后 刘备开始蒸发京南四郡 长沙太守叫韩玄投降了刘备 黄宗也就跟随 回想的那个刘备阵营 刘备见黄宗 这个老头子虽老 但看起来很魁梧 就问他的具体年龄 黄宗就回答到 某今年六十有二 要知道在古代 尤其是三国时代 大部分人的平均寿命 其实也就三十岁左右 否则六十二岁 还有这一身戾气和武力 这是很少见的 所以刘备是大惊失色的 就惊讶地问到 公何以如此有气力 黄宗就回 某自幼习武 每日不错 就是他从小就习武啊 并且每天都接着 没有放弃 一直念这个武艺 刘备听后就大喜 称赞道 公正是老当义壮 便任命黄宗为衙门将 加入那个刘备集团以后啊 黄宗在战斗当中啊 常常是冲锋陷阵的 勇冠三军 可能也是为了证明自己不老吧 这黄宗这个人他比较在意这个说实话 在屡次的战斗当中啊 屡屡的表现的 很激进吧 但是这个敌人都被他打败了 后来他一路跟随刘备 去进攻到成都 参与那个刘备集团最重要的围攻成都之战 数十天以后这个刘章出城投降 刘备集团就进入了成都 黄宗参与了这一系列的战斗 在俗汉集团的攻城 这个功勋是很大的 所以被刘备任命为陶弩将军 在益州被刘备平定以后 也就是有了根基了 刘备集团 黄宗就开始跟随刘备北伐汉宗 然后就迎来了他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 定军山战役 这一战吧 敌人就是曹操的大将夏侯渊 领军十万 驻守定军山 与当时的刘备对峙 夏侯渊这个人啊 一路跟随曹操曹老板起家 什么人都见过什么仗都打过 神经百战 这个人也很有梦 他是见识过刘备一路上的狼狈的 刘备那个时候算是常败将军 一路颠沛流离 所以夏侯渊打心底里是看不起刘备的 加之现在对峙的时候 看见刘备军身世弱小 便下令全军出击 黄宗不得不说这个老将 一点都不怂的 他见状反而向刘备主动请战 刘备就问他 黄老将军有什么计策 黄宗就说 我愿意你一千金兵 从小路上山 就是到山上 趁那个地势 趁高而下 直取夏侯渊 刘备听了就大喜 这个计策不错 就命令赵云为副将 与黄宗同行 赵云与黄宗带领一千金兵 从小路上山 这刘备为了配合黄宗的计策 就率部猛攻张河 张河肯定抵导不了刘备军的阻力 只能被动防御 刘备为了把夏侯渊引过来 让黄宗趁势杀出来 就放火 围困张河部 夏侯渊急着去救援张河 急着去救火呀 就直接率部来源 这就给了在山上的那个黄宗机会了 黄宗见状 他就命人雷鼓呐喊 趁着夏侯渊不备 突然率军从山上杀下来 这夏侯渊见山上突然出现敌军大肩失射 急忙回师抵挡 黄宗一路 一路杀他一路瞧 他看那个朝军 前面夏侯渊 身披金铠 头戴盈亏 手持长刀 利于挣钱 马上认出这就是朝魏的主将 他心中一动 马上挺刀 直取夏侯渊 夏侯渊见个老头子 猛攻进来 起初还不以为意 因为没几个人能跟夏侯渊对抗武力 夏侯渊也就举刀迎战 随意的迎战 两人就打在一处 打了十几个回合 反而夏侯渊渐渐渐觉得 后继无力了 因为 也可以说被偷袭吧 他一是 帅步奔波 费了体力 二可能也天气热 黄宗见状 就马上抓住机会 大赫一声 一刀就把夏侯渊的头 都给砍了下来 朝魏 朝魏的那些士兵 一见主帅都被杀了 惊慌失措 兵败如山倒 而这边山上面跟黄宗一起上山的赵云 就趁机率金兵杀入了敌政 大败朝朝十万大军 这一战影响很大定九山战役 它间接影响了三国的格局 三国的格局因此确立 就这一战以后 刘备也有资本称汉宗王了 马上称王 改封黄宗美后将军 辞官内侯 虽然诸葛亮认为 黄宗的名望 不及关羽和马超 但刘备仍然决定册封 黄宗这么高 这么高的爵位和官职 因为这个战绩和功劳 还是摆在那里的 所以刘备派费斯前往 荆州圈节关羽 关羽听了费斯的话 以后也表示理解和支持 从此 黄宗便与关羽张飞马超同级别了 最后我们再说一下 黄宗最终的结局 关于黄宗的死因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根据正史三国志的记载吧 黄宗在220年或222年的8月病逝 这书上没有提及 所以他是在战场上战死的 而根据三国演义的描写 黄宗是在221年在刘备蒸发东吴时 因为不服老遭到吴军的围攻 被吴军的将领马中一箭射中 监窝回到军营后就重伤而死了 这黄宗临终的时候就大喊老将无用 这让刘备后悔莫及 关羽也因为以前嘲讽过黄宗 因此羞愧不已 至于第三个版本的说法就是 活奉燎源的设定 黄宗在219年汉中之战以后 就因战场上的那个建商发言而去世 他临终对刘备说的是 我只想做一个好将军 这也让刘备感动不已 总之不管黄宗的结局是哪一个版本 他的战绩和功勋都是不愧武虎上将这个称号的 而他这个名字 后来也成了老当义壮老而迷奸的代名词 好了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